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威风啊 好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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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这个我的警犬在这个罐之前示警了 说明这个罐里边有爆炸物的感染物 打开看看呗 看一下里边是那个感染物的扇布 对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第二组测试 五个行李箱也是每半米放一个 其中有一个行李箱内是毒品的感染物 另外四个是感染物 来 掌声有请张珊珊和球球 我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为什么会进行相包训练 因为在我们日常的工作中面对实战会有各种各样的行李 这是我们其中的一种 而且在平时的训练中我们也是有多种的训练模式 像地面的搜索还有汽车的搜索 我稍微问一下感染物就是沾染的那个气味的 对 比如说爆炸物 我们平时直接上爆炸物会有一些不方便 所以我们就会把纱布和爆炸物放到一起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感染之后 让我们成为感染物 像你们这样的女生是肯定不能撒香水的吧 对 我们是不用撒水 也不能用化妆品的吧 更不能吃打算的吧 是不是 是的 是的 生活好枯燥啊 你还真是为工作奉献了不少 来 你开始吧 来 送 这个是吧 对 你确定吗 确定 哈哈哈 因为他来回的修了很多次 来来 我们打开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这个身上 啊 纱布 也是沾染了那个毒品的感染物 对 接下来我们有请王秋云和舒克 来完成一些复杂的物动动作 好 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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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好够 特别是我们人就穿着鞋的时候 感觉不到有时候 然后有一天我就带他在外边 就是散放 就是带他走 他就突然就不愿意走了 就站在那不动 然后就看他的后脚 就是一直要两个脚 不停地来回地替换 就抬起来 然后我才反应过来 可能就把他的脚垫 就有点烫伤了那样的 有时候气候比较潮湿嘛 然后我们的犬就会得皮肤病 他的皮肤病最严重的时候 就是背上整个的毛 都开始往下掉 就是一揪就一片 往下掉 反正就是精神头也不太好 最后没办法就带他去医院 去看病去了 然后去医院看病的时候 医生就开始摁他的腹部 然后一摁的时候 他就疼 然后就叫 然后最后没办法 就只能去给他拍那个X光片 其实狗是非常胆小的 他没有见过那样的场景 然后他就不停地挣扎 不停地挣扎 最后没有办法 就是我们人也跟着进去 然后穿上那个防护射服 然后就是两个人把它摁住 然后开始拍那个X光 最后发现他的肠子里边 就是有一个 就是像草球一样 都就给堵住了 所以也没法吃东西 就是生生地饿了几天 然后先用药物 把那个衣物排除之后 才开始吃东西的 王秋云 就是我们在南京训练的时候 冬天特别特别冷 然后一拉练一出去 就是从早上八点 可能到下午两点钟 我们才能回去 在外面一待 就是大半天 那个南京的冷 跟北方的冷 不一样的 在于它是湿冷 一点点地侵入到 你的皮肤里边 那个时候我们特别冷的时候 就会跟犬抱在一起 一起睡觉 躺在草地上 然后真的就是 头挨头紧紧地搂在一起 然后那种感觉就是 我们是相依为命地 连为一体的 我就想不出 你们女人跟狗 怎么能融洽在一起呢 训练的有一个 非常关键的阶段 就是亲和 这个阶段 我们基本上是 人不离犬 全不离人的 每天都至少在一起的话 是要至少十小时 就我们家人可以不见 但是一定要见狗 所以工作也挺辛苦 像我带我这个犬的话 因为从很小就开始带 每天早上 我们一天要四次集合 早上六点集合一次 到最晚的时候 夜晚是九点多 再集合一次 然后每天至少 拉链七公里 最多的时候 一天可能一起 拉链二十多公里 它当时训练的时候 大部分也都是公圈 对它来说是一个 它又小 个子又小 为什么叫舒克 我的狗叫舒克 那我接到它的时候 长得特别像一只小老鼠 就这么大 脸也尖 身子也瘦 然后就慢慢带着它 一起长大 然后每天在一起生活 一起拉链 一起跑步 就是不是亲人 生死亲人的感觉 我听说你们三个人当中 有一个是传媒大学毕业 我 是你是吧 对对对 你怎么干上这个呢 机缘巧合嘛 然后毕业的时候 找工作考公务员 考上了 考上之后 本来概念当中 觉得自己可能会成为 一个蚊子 警员的蚊子 没有想到 服从分配的时候 就来到了犬队 刚来的时候 有点点迷茫 不知道为什么 就做了这样一份工作了 内心也是挺迟楚的 然后跟犬在一起 内心低落的时候 它一直陪着你 然后高兴的时候 它也陪着你 在这个过程当中 自己感觉特别治愈 被需要 然后被信任 培训的时候 你要喂它 给它洗澡 甚至你像 它如果是天特别冷了 你要给它加稻草 铺稻草 保暖嘛 然后每天要清犬舍 就像照顾一个孩子一样 如果它没有了你 它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 有一种母爱泛滥的感觉 就是我们训犬 有一句行话叫做 人犬合一 你们在日常工作当中 就发现 它跟你的行为动作 一拼一笑 都是很相似的 然后我们当时 有一个特别搞笑的 说是有一个训导员 他可能走路 有点外八 然后后来他的拳 也是这样 走路外八 都是这样的 挺神奇的 慢慢地在这个工作当中 找到自己的价值 慢慢有认同感 有枯燥的时候 有 他毕竟不会说话嘛 对 他毕竟不像男人一样 会甜言蜜语嘛 你会觉得枯燥吗 也会有 像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我这个犬 就是他属于性格 比较偏执 比较任性 你看他就一直 一直盯着我 然后刚开始我接手 他说他是特别不喜欢 让别人去摸他 然后我要跟他搞亲和的时候 就其实也是挺无奈的 因为他也不喜欢别人摸他 然后也不会像别的小狗一样 过来爱亲戚你 爱爱你都不会 然后看到你就躲一边去 就是所有的在一起培训的人 我是最惨的一个了 最没有存在感 对 然后就是很枯燥的 就是不停地要跟他说话 不停地跟他交流 其实他什么可能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但是慢慢的 你就会觉得 他能听得懂你在说什么 慢慢的他也开始让我去摸他 去碰他了就好一点了 他们平时会患病吗 会 谁病得最厉害的 他有过一次 就是之前我有一次带他安保的时候 然后可能因为水土不服嘛 因为当时是去北京 然后他就开始变血 不吃不喝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 上午还是好好的 结果下午去全摄看他的时候 就吐了整整的一个全摄 然后当时受益就 给我保证说 说那个我让你 因为那时候安保马上结束了 他说我让你回去的时候 这个狗就是说 保你不死 就是说的很残忍的 因为那个时候 他就一直不吃 说一最后没有办法 就给他见药就吃 见针就扎吗 就点滴 一天就必须两个小时的打 回来之后 然后慢慢的也是调养好 就比较好了 您这个结婚了吗 或者是恋爱了吗 他们两个我们俩结婚了 有孩子 没有 没有孩子是因为时间 太多的在工作上 有一部分的原因吧 有一部分的原因 对 丈夫有怨言吗 还好 因为我的丈夫 也是我们单位的特警 理解理解 对 比较理解一点 而且我们俩平时工作的话 也不在一块 大概三天左右 能见一次吧 就这样 其实也都习惯了 因为经常也是出差在外的 也能互相理解 张婉珊呢 我是去年12月份 刚结的婚 我的丈夫也是一名警察 但我是双城生活 他在北京 然后我在天津 我每天就这样来回跑 这也不算双城 很近 不近 不就半个小时吗 高天 不不不 但是路上的路程 要将近三个小时 丈夫会吃狗的醋吗 我曾经给他写过一篇情书 但是没有给我对象写过 你给狗写过情书 对 说来听听 我们平时的生活嘛 搬在我左边的也是你 然后每天陪伴我的也是你 然后是他代替了我丈夫的位置 站在我的左边 然后他听完之后就很无奈嘛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 真的一个人的工作 对他的感情是有影响 就是反正我可能也是 比较闲云也鹤的性格吧 就是喂犬养猫 然后周游全国 这是我的人生的愿景 你将来可能会找一个 跟你一样喜欢猫狗的 也许吧 今天三位都有幸福心愿吗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 共同的幸福心愿 来 有请王警官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就是帮助有犬的人士 以良好的方式教育自己的爱犬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幸福心愿 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在小区里也能看得到 有时候在网络上也能看得到 有些爱犬犬的人呢 对待自己的宠物 经常会以一些错误的方式来做的 比如 比如这犬做错了 他在家里大小便了 然后他可能不问青红身上 赵白就上去给他一顿打 而这种是完全不可取的 日常训练当中就是要及时制止他的错误 最好可以用您自己的方法 比如说不要做 不可以 去制止他 最好就从最先开始的时候 就培养他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也希望有犬的人能够 也在日常生活中 给他当做家人一样 用好的方式去教育他 来你们刚才听了三位警官的工作 你们有什么感受 我希望你们多上节目 是因为我让大众知道 我们的幸福生活并不是凭空得来的 是正是由于我们这些辛苦的干警 我们的警犬 无偿的付出 然后才能保证我们现在的安定的生活 有时候警察的工作需要公民配合的时候 我希望广大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去配合我们警察的工作 这样的话呢 才能保证我们的生活长治久安 保证我们的幸福一直延续下去 其实包括日常生活中 我们接触很多很多养狗的朋友们 狗确实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 相对于就是他们对我们的需要而言 我觉得是人类更需要他们 不管是精神上的寄托 情感上的需要 还是在日常生活中 他们为我们付出的 包括今天真的看到这种画面 就觉得是人和自然 人和动物很和谐的相处的一种 能让人很感动的情感的交流 现在的警犬 他们为我们日常生活 人的生命 财产安全呢 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我愿意带领 长存康达医院 减肥基地的 所有工作人员 去义务地为你们新医院呢 去宣传 希望能够影响更多的 羊犬的人士呢 善待自己的爱犬 谢谢 其实我相信 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 要照顾好一条狗都不容易 更何况你们照顾的是 为我们的生命财产 保行的这样的警犬的日常生活 你们一定付出了不少 再次感谢你们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